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露丝又一股装大剧将席 搭档当红小生诚意 配角阵容超强大 最近赵露丝主演的古装剧《月声沧海》正在如火如荼的播出中 他的上部星汉灿烂反响就相当不错 续集也是延续了其精彩程度 不得不说 赵露丝真的是古装剧领域的一匹黑马 抗剧能力非常强 几乎演一部红衣部传闻中的陈千千 且是天下刚收官没几年 这部《月声沧海》又再次出圈 而现在网传 赵露丝又有一部新的古装大戏将拍 名叫《神隐》 据悉 这部剧是千古绝尘的续作 千古绝尘播出后受到的争议不小 主要是该剧女主是周冬雨 网友普遍认为周冬雨适合大荧幕 却难驾驭电视剧 尤其剧中的半相平平无奇 而这部《神隐》与上一部剧情上 也还是有些联系的 女主阿音在妖兽二十七世后 被告知她有这样的悲催命 不是得罪了神界的大人物 就是因为她自己就是那个大人物 然而阿音根本不信这个解释 因为自从白绝真神训世后 三界就没有了真正的大人物 等到阿音真的理解了这个回答时 她却将跳进望川 此时她顿悟先妖神魔 不过天地万物中的一颅黄土 生于世 也终有离开的一天 最近赵露丝八月行程公布 宣布她这个月将会禁组 让粉丝激动不已 有人猜测禁的组是偷偷藏不住 毕竟这部剧此前也被转了很久 主演是赵露丝 不过现在看来 禁组这部神隐也是有可能的 神隐的男主方面 网传是诚亦来出演 诚亦也是古装领域炙手可热的小生 最近她主演的陈香如蟹也正在热播中 热度不输月升沧海 这两人搭档也是小小王炸了一番 此前也有消息传 该剧的男主扮演者是白静廷 白静廷近年逐渐进军古装剧 已经确定的代播新剧就有两部 网上其他的瓜不计其数 白静廷的古装扮相也很赞 和赵露丝也是十分般配 只是豆瓣上公布的神隐的演职员 还是赵露丝和诚亦 所以诚亦是这部剧的男主几率更大一些 同时据称 该剧的配角阵容也是相当强大 包括谭剑刺 陈瑶 李泽峰和柳妍等大咖演员 有言有演技还有人气 尤其谭剑刺最近的热度真的是不低 各种综艺上的风生水起 古装大IP剧长相思火热拍摄中 在里面担任的还是重磅角色香柳 对于这个阵容 谁能不心动呢 你对这部剧期待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